众豆德瓜发掘农业知识新维度 大家好 今天是我们第二季的最后一次分享 我们要谈那两个元素 也就是这个元素系列的最后两个元素 那就是绿和木这个元素 这个片子呢其实我们在其他课件里有讲过 绿在传统上认知上被认为是一个有害的元素 尤其是大家比较顾虑在果树上食用含绿肥料 但实际上呢绿的作用非常多也非常重要 这里帮助大家简单的总结 第一它跟这个作物的气孔开壁有非常大的关系 所以我们的植物气孔开壁 直接跟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蛋 进行光合作用的这个关系就非常密切 所以植物的气孔的整体开壁非常顺畅的话 等于整个光合作用也会非常顺畅 所以绿呢跟这个作物的增长有非常大的关系 还有绿会跟肖泰蛋竞争 因此会提高这个安泰蛋的作用 是增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 最近一两年比较前沿的研究 已经证实绿在植物生理的功能 和大家的认知有很大的不一样 在2019年这个研究里面呢 被认为是一种有益的大量元素 为什么这么说呢 是因为有了这个绿的存在 它跟作物的这个生长还有分化 以及这个产量上面都有非常正面的效应 尤其是它在这个叶肉组织的胃细胞上面呢 跟这个二氧化碳的进处有非常大的直接关系 这个研究里面做了一个调整 最上面的那个图讲的是传统绿的一个营养需求 它的量是非常低的 平均在作物里面呢 是以这个烟草来说的话 它的这个含量大概是每一克的干物质里面 一到二十的毫克 那在中间那张图指的是传统上 如果我们这个含量达到了35毫克 介于15到35毫克之间是作物生产的一个灵界的毒性 那最下面的呢 也是最新的一个研究来说 实际上从每一克干物质里面 二十到五十毫克 才是绿真正发挥作用的浓度 实际上作物对绿的一个需求量 比过去的认知提高了数倍到数十倍 下来我们谈谈木这个元素 可能大家相对比较陌生 也比较会忽略它的一个使用 但实际上木这个元素 在植物体内的移动性比较好 所以不管是老叶还是新叶 都有可能产生缺木的症状 木在这个植物体内呢 是固蛋酶和硝酸还原酶的组成成分 所以当植物缺木的话 尤其是这个痘科会进行 生物固蛋的这个作用 它的能力会大大的减弱 因为它这个硝酸钛蛋转化到 这个氨钛蛋的这个转化功能 会受到阻碍 而植物往往都比较喜欢利用氨钛蛋 所以缺木的表现和缺蛋比较类似 所以提到豆科植物 木肥的使用特别受到重视 最后也是这个系列里面的一个总结 总结来看 以番茄作为例子 作物不管是缺氮、磷、钾、钙、煤、瘤 还有一些微量元素 其实它们的症状都不尽相同 大家在判断的时候要有所依据 当然我们在使用的时候还是呼吁要平衡施肥 然后补充中和微量元素 就可以把这些缺元素的问题 或元素之间的解抗作用风险减少最低 我们的系列就到这边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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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